一九零四公 他的酪梨已經開花了 但是蜜蜜的有斑點 我們請求是碳驅病 要怎麼做非農藥的防治 這個蜜蜜館長 歐大歐大 這個大概你也知道 這有時候 頂點頂點 改正有牽涉地 這種其實這都是這個 都是這個 碳驅病的 這個典型的 這個競爭 今年 現在在開花 你如果沒辦法處理 這連花也會對 也會對 這個碳驅病 所以今年酪梨 今年的酪梨一定又價錢又好 這個家庫六月 如果是酪梨 中期的時候 大家就開始笑了 哇 價錢怎麼這麼好 不然今年 他一些這些蜜蜜 在顧 顧不顧 沒有那麼容易 開春這麼厲害 這個酪梨的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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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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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蜜��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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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生要怎麼做這個非農藥的房子 這最簡單就是這個基調 給他 現金通風愛好 這你先要做非農藥房子進行 不是說我訪生不做農藥 我做什麼東西 你如果這樣想 英文都做不成功 聽眾朋友一定要聽到一句話 很多人說我這個白粉做什麼東西 我這個農藥不做 我可以做碳酸清澈 這個農藥農藥不做 我可以做這個雅磷酸 疫病農藥不做 雅透明不做 我做這個雅磷酸 他用這樣等號 他說這樣很簡單 這樣這個 尤其很好做 你把它做看看 你把它等號看看 看有辦法 這個農藥就控制不好 你說用這樣就要把它做起來 所以聽眾朋友一定要有一個 政客的解決關聯 就是說我們要做非農藥房子 這個最重要 這個第一個重點 就是說 我們先去了解到 它為什麼會發生 這個碳酸病 第一就是說 去年 這個天氣涼的時候 那時候就已經到病了 開村這家 這個重點 再來就是說你這個淡塑下去了 太多 你這個 酪梨太多 真好 太薄 再來就是你的 酪梨很重水 你厚水厚很多 你通風比較壞 日照比較不穿濁 這些問題 你要先把它解割掉 你說沒辦法 不然日照不濁 我要如何解割掉 你沒辦法解割掉 你就要去檢測到 你的淡塑的這個修容 你要去控制這個 肥粉 不要讓水 把它控制好 人家別人會搭傷 我們不搭傷 我們就要控制好 這就是說 我們要先去解割這些問題 把這個環境先把它創作 讓它好之後 然後刷下去 後面我們當然就可以開始了 譬如說 炭治病我可以做什麼東西 藥磷酸青氧化疾 藥磷酸質夠好 有效 我幫你刮保證絕對有效 但是可以說像在做這個 農藥連鎖做三遍就要停下來 可以這樣 不會 而且你現在做下去 藥磷酸質你現在做下去 也要15天以後它比較有作用 但是你可以把它抵掉 所以你非農藥防治 這有一個頭疾磷 當然就是說 因為用一些抗生素 這類的這個東西 它有這種的效果 但是 像這個 炭治病 你可以灌什麼東西 灌這個 殉狀藥藥保鑑菌 現在對著灌殉狀藥保鑑菌 我們灌殉狀藥保鑑菌是要做什麼 要靠它它對著這個病害的控制 聽眾朋友一定要了解這個動力 你平常就要灌 所以災害的時候灌一兩次 後來就沒有三個灌 一年再灌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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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 從來補煮 以往是這樣 我們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 不用說 每禮拜去煮 半年 有一個 再補一支 現在如果是看最近流行比較多 就去補一支 大概是這個動力 那麼其他在這個表面細片 細片大家來幫它修用 其他我們試過的效果都沒辦法說很好 所以你要創作一個比較好的一個環境 注意為什麼的這個酪梨 對這個炭治病 它本來就很高 有的說它都不公平 是對一個公平 你也拿一個瓶瓶來瓶瓶瓶 有的說那個哈絲 哈絲你如果把牆住平地 你去牆住台南看會不公平 也不公平 種在廚房 你看會不公平 使用你看 一張600塊 他也是拿在那裡 這你要知道 他的難度是這樣 所以一定要注意這個日照 不是說這個四張日照 四張 四張的時候 稍微有一點點 對他行動是比較好 但是我們沒有必要 我們沒有必要 我們在台灣 其實其實我們沒有這麼強的一個 這個日照 你不要說在大中島的時候 大熱的時候去牆住 譬如說我們 9月以後開始牆住 現在到這個 如果牆住很熱的時候 噴一勺水 它就 有一個抗性 但是你千萬不要 你牆住在那個牆住的地方 他就很容易就有碳瓶瓶 哇那很難處理的 可能 但你抵到差不多的時候 那漲也撞掉了 所以你這要稍微注意一下 另外一個就說 不要捨 捨不得孩子 套不著人 套不著羊 還是套不著人 意思就是說 有時候要捏雞也就要一百米 所以我們 一定要注意到 盡量要去檢查到這個病害的時候 不能太抗 我看你這個 我是由第四廠看起來 第四廠你這種的一個 這個商品裡面 那麼這個蝦子 這種的一個這個情形 就是那個枝條太過頭抗 要把它撞開 稍微撞一個 那麼 酪梨盡量撞的時候 老一個行為 給他做一個叫做 定額優勢的一個 給他去量 那個地方 給他稍微量管 其他的 其他的 盡量撞給他 留得比較旁邊 稍微 那麼給他留得比較冷風 你就比較買到 這個 這個 碳雀病 不然不敢加 有時候剛開始 我們在種的不敢加 不敢加 他就很厲害 他都撞掉了 他就很厲害 就是說通風壞 他在爬起來就很嚴重 如果有 有加掉 那個肖子 一定要把他拿走 不要放在那個附近 那麼細片 你可以來給他 這個企劃 看看 那麼效果應該算是 我們 雅磷酸 這是長期性的 15天 你就要用一次 現在 就用細片 每一年 你就用 10-10 9-200 一個 李彥均 這樣可以 幫他做到 這個 碳雀病的 一個 非農藥防治 提供給你 做參考